而2020美国总统大选倒数70天了 继上周民主党党大会 本周共和党也将一连四天 在北卡罗乃纳州举行党大会 尽管规模大幅的缩水 但是周一美国总统川普 还是将南下北卡造势 而且将一帆两党传统 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才登场的惯例 川普计划天天献宣 让自己的身影在党大会上极大化 共和党透露 这场大会将会给美国人希望 强调法治 涌枪的权利 减税等等 而根据民调 九成五的共和党人 依旧是支持川普的 但是党内也有反川普的运动 希望他只做一任就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华盛顿邮报揭露 川普姐姐跟侄女谈话的录音档 他直批川普说谎诚信又虚假 美国总统川普 本周要接受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提名 正式成为党总统候选人 眼看上周 民主党党大会造势成功 74岁的川普 输人不输政 传出接下来四天将天天上阵 用各种方式在党大会上露脸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却爆出川普83岁 身为退休法官的姐姐的录音档 直指川普爱说谎又没原则 川普的人格和试任性再次遭到质疑 现在他只能用第一任的政绩来说服选民 不过川普的招牌竞选承诺 在墨西哥边境盖高墙 成绩单恐怕不好看 川普政府盖不到500公里 且大多仅更新已有的旧设施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并没有支付盖墙费用 但关于伊斯兰激进组织IS和能源独立 川普说的与事实相去不远 至于经济则不太乐观 川普从前总统欧巴马手中 接下状态不错的美国经济 他也引领美国制造业成长 不过多集中南部和西部 选取关键的摇摆州 宾州 密西根 厄亥厄和威斯康星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已失掉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作 疫情后美国失业率 更上冲到10.2% 不过各项民调都显示 川普最失明星的 恐怕是他不科学的防疫表现 现在有一小部分共和党人士 正酝酿延续四年前的 绝不要川普运动 要让川普只做一任九下台 不过林肯计划 共和党选民反川普 小布希校友支持拜登等 最新一波广告 更用川普自己的话来赌他 这一系列影片是由前总统小布希 已故参议员麦肯 参议员罗姆尼的前幕僚制作 而创办人之一则是美国总统顾问 康威的先生乔治康威 不过四年下来 川普已稳定掌控党机器 根据CN最新民调 95%的共和党人 仍会再次投给川普 而川普阵营已投入10亿美金 近台币300亿 但凡川普运动则没有太多资金 不过今年情况跟四年前不同 一是川普政绩有待检验 另一个关键则是拜登不是希拉 瑞克林顿 不过川普手中还有张中国牌 但拜登也不甘示弱 川普上任第一年 就邀请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 到他佛州的私人庄园做客 但现在美中关系 却荡到数十年来低点 川普不止发动关税战 制裁中国官员 处处限制中国高科技公司 包括智慧手机霸主华为 再把新冠疫情换在中国头上 同时大动作力挺台湾 刺激北京 甚至大呛 如果拜登当选 美国人就得去学中文 中国到底希望谁当选 专家看法不一 美国情报单位则指 川普的不可预测 恐怕让北京宁可拜登当选 川普殷勤不定 有时候放话威胁 有时候又称兄道弟 这样的不可预测性 只会让军事冲突风险升高 双方阵营都争相打反中国牌 这是两党少数站在同一阵线的议题 换句话说 不管是川普或拜登当选 世界都要准备面对紧张局势 日益升高的中美关系 台湾宁可拜登 台湾宁可拜登